Hello,大家好,我是小战,又见面了 小九月呢,怀孕了 现在的话呢,三个多月了 这个事情呢,我一直,我现在我都还接受不了 他老是说是吧,这个孩子呢,是我的 让我呢,就说大度一点 然后呢,坦阳接受就行了 你说这个东西,我怎么接受吗 我觉得换做任何一个男人 遇到这种事情是吧 都是接受不了的 然后的话呢,很多朋友呢,也劝我 就说,第一个孩子,就是我大宝嘛 也去做一下这个亲子鉴定 然后呢,看一下是不是自己的 我觉得呢,这个东西呢,我也做过了 然后的话呢,确定了 第一个呢,是亲生的 然后呢,现在他怀孕了 这个呢,还不确定 但是呢,同样的错误,我肯定不会再犯 我都说了,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呢 弄得水落石出 到时呢,我把这个证据摆在他的面前 我看到还怎么狡辩 现在的话呢 肚子就说越来越大了吧 怀孕这个事情呢 都说了,有的人说是吧 假怀孕干嘛的 其实呢,是真的 这个事情呢,我其实我不希望是真的 我宁愿呢,是假的 如果说是假的的话,我觉得还好一点 我倒是希望他这次,还是像以前呀 是骗我的 但是呢,千真万确,我都说过了 是吧 呃,残结呢,我也陪他去了 然后呢,是吧 医生呢,我也问过了 什么事情呢,我都是亲力亲为的 所以呢,这个事情跑不掉了 马上呢,是吧 就是到时候四个月,五个月 肚子呢,越来越大了 而且呢,他回村子里面 他还在那里就说,乱说嘛 还说呢,是吧 明年到时候办酒 你们呢,要来吃酒 到时候呢,我们在镇上办 我们不在家里面办 听到这个话,我就来气 本来呢,这个事情不是什么官容的事情,是吧 又不是什么,值得就说庆祝的事情 我都说了,我们两个就说 没有什么关系了 然后呢,他就说 这个东西呢,必须你负责哦 你要负责到底哦 这样的错误 我再也不会犯了 我都说了 我本来我就说叫他 呃,去做那个 就是说DNA鉴定嘛 那个是比较好的 然后呢,现在就说 呃,这个月份了 也可以去做了 然后呢,他一直就说 拖拖拉拉的 呃,说呢 要我给他多少钱 然后呢,他在肯去 还要呢,就是说是吧 给他什么补餐 干嘛的 我说你不要先不要说其他的啊 什么事情呢,都不要说 我们就先去 去呢,把这个事情是吧 落实好了,证明了 我都说了 如果说真的,确定了 是我的 我说我愿意 呃,全权负责 对吧 你说要我给你多少钱 我给 对不对 你说叫我就说啊 复婚 那我也照办 对吧 我承担我应尽的这个责任 跟这个义务 其中呢,肯定是有炸的 肯定是有猫腻的 如果说是吧 他心里面光明磊落的 什么事情都不怕 那就去嘛 不要跟我去之前提那么多要求和条件 只要是落实好了 确定了 你既然这么敢肯定 这么的 我也不怕 是吧 反正呢 我觉得我没有 我觉得不是我的 这个事情呢 真的 一直心里面 很堵得慌了 感觉呢 就是说啊 我我我自身了 是吧 就是就像那种 就是说大笨蛋一样 呃 搬搬别人 是吧 呃 养孩子 现在的话呢 是吧 呃 这个是谁的 我问他 我我追问他嘛 我质问他嘛 我说 这个这个事情 对不对 你跟我老实的回答 我说我不生气 你跟我好好的说 啊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然后的话呢 是吧 呃 是谁的 你告诉我就行了 我不生气 我现在呢 我也不想去生你的气 因为呢 对不对 离了婚了 没必要说生气 只是说你现在还待在这里 我哪里没有办法 对吧 如果说你离开的话呢 本来我们两个就说啊 没有什么 我关系了 我还去生你的气干嘛呢 我还去在乎那么多的东西干嘛呢 我还去管你那么宽干嘛呢 没有必要的嘛 是吧 所以呢啊 这个事情呢 还是没完的 接下来的话呢 啊 还是要弄清楚的 他不是做什么 从长记忆吗 然后呢 就等着是吧 出生以后 不管等什么时候 我都把这个事情给弄清楚 弄得明明白白的 我才跟善罢甘休 我都不想说了